《绿皮书·Going Book》是一部有彼得法拉利指导 马赫谢拉·阿里和维果莫天生主演的剧情片 于2018年上映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 讲述了一名黑人钢琴家堂 学历堂·卡拉玛基饰演 和一名意大利裔美国人司机托尼·利捧 维果莫天生饰演 在20世纪60年代种族隔离时期的旅程 托尼在堂的钢琴演出巡演期间担任司机和保镖 两人在旅途中经历了种种冒险和挑战 并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绿皮书·Going Book》这个标题 源于一份称为Nego Motors Green Book的旅游指南 这本指南曾于1930年至1960年代期间出版 旨在提供非裔美国人旅行时的安全指南 包括可供他们居住和用餐的场所 这本指南为黑人旅客提供了宝贵的资讯 使他们能够避开种族格尼和骑士 这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要剧情线索之一 这部电影在上映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许多奖项 包括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最佳男配角 最佳原创剧本等多个提名和获奖 观众和评论家都称赞了这部电影的感人故事 出色表演和精湛的制作 此外 绿皮书·Going Book也成功地呈现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以及种族歧视和偏见的严重影响 维果的莫天森和马赫谢拉 阿里的演出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 他们精湛的表演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使得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两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这部电影的剧本也非常出色 能